主人 只说毒性很强 不出百步 恐怕就会毒发身亡 救命要紧 嫂夫人 请原谅乔风无礼 我会死吗 不会的 可是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好累 好累啊 嫂夫人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不能睡觉 嫂夫 你真的不会让我死吗 毒血已经吸出来了 休息几天 久而康复 嫂夫人 帮主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会让我死 凤海 为师已经和仲长老商议过了 决定由你来接任下一任帮主 师父 不可 我命不久矣 仲长老 多主里面 只有你最有实力 能坐在这一帮支柱的位置上 弟子何德何能 这帮主之位 弟子是无论如何不敢见 你武功高将 为人仗义 这都不是为师所看重的 我所看重的 是你有着 我们民族大义的精神啊 论北凡 也当是马副帮主 枫儿 万万不能见 枫儿 你在危难之中救了为师 舍命杀了辽帅 阻止了辽霞结盟 化解了大宋的一场兵戎之难 你又如此攻击 为师决定 帮主之位 善为于你 师父 乔兄弟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是真心扶你 做着一帮之主的 是啊 乔兄弟 你就别再推辞了 各位长老 都快起来吧 帮主 帮主 优优独 틔 优独 艾万 来 蜂儿 这是为师送给你的礼物 弟子多谢师父 开帮第六代帮主 敲锋结巴 开帮第六代帮主 聖元 聖元 宅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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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风定当谨记恩师教诲 与丐帮众兄弟同生死共存亡 让丐帮成为名副其实的 天下第一帮 天下第一帮 拜见第一帮帮主 嗨 嗨 嗨 守太阴费经其韧白 乃北明神宫根基 其中拇指之少商学 其两偶尖之弹中学 尤为药中之药 前者取后者 这北明神宫不会是专门吸人内力的吧 管他呢 反正我只记住口诀又不去练 也不会辜负了神仙姐姐的嘱托 仿佛兮若青云之碧月 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忽颜纵体 以熬以熙 神光离合 诈阴诈阳 这个好 灵波微波 这个在逃生的时候 可是非常地管用啊 我今天是撞个奶门的血 怎么老摔来摔去的 千万ываем 彼此 我 ไป 我 你想我 不是 我的 这样 人呐 人呐 周婉朝 我家忠谷主吩咐奴婢 前来迎接三老爷 你叫我什么 三 三老爷 我是叶老二 我是三老爷 你才娘的 你存心瞧不起 我是叶老二 叶老二 叶老爷 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 钟姑娘说的应该就是这儿 这谷主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姓段的人呢 天下姓段的人成千上万 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 个个都杀啊 你让你侮辱我姓段的人 你让你侮辱我们 果然和钟姑娘说的一样啊 是啊 这是我 不尽 今宫 夫人 夫人 我是钟姑娘的朋友 是来报信的 灵儿 灵儿发生什么事了 给 都怪段玉连累了钟姑娘 她现在被神农帮给扣住了 等等 你说你姓段 我姓段 叫段玉 岳老三 你这个王八蛋 居然敢杀我中万仇的人 终被宰了你不可 我丈夫是个多疑的人 你还是进去躲一躲吧 反正我早晚都是要拜进前辈的 不如 这边 快去 过去 你乖乖躲在这里不要出声 知道吗 我一定要杀了你这王八蛋 宝宝 晋喜儿这岳老三给宰了 拿住 拿住 宝宝 宝宝 那岳老三为什么要杀了晋喜儿啊 是啊 我看到晋喜儿的时候啊 他的脖子已经让岳老三给扭断了 岳老三竟然敢杀咱们晋喜儿 咱们去找他问个明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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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千万不要去啊 那个大恶人他杀人不眨眼的 你们要去了说不定也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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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前辈 她 她怎么在屋子里啊 你是想来供应我夫人是吗 不是 前辈 你听我说呀 是 妄语成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胡说 我告诉你 我万劫骨绝不允许 这种由头反面的男人私闯 他肯定不怀好意 今天我要宰了你 前辈 前辈 你这么说话可就有点太过分了啊 我顿玉绝对不能无缘无故的 就这么被你侮辱 你说什么 你也姓段 怎么全部人都姓段 我杀了你这臭小子 张万愁 你疯了 你有完没完啊 我当然没完啊 姓段 我今天非要杀了你这臭小子 万愁 前辈你要是敢伤害我的话 我爹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我叛你爹啊 你姓段 那你爹叫什么 他叫什么狗名字 前辈说话可真是不敬大脑 什么狗名字真够难听的 我以老不尊 我爹他老人家有名有姓 名字叫段正淳 你爹叫段正淳 是啊 夫人 这 段正淳 你这死亡霸 王八蛋 死不咬脸哪 你怎么又是门口粗话的呀 前辈 如果您啊 真跟我爹有什么过节 那你就应该 光明正大的当面解决 我爹他现在就在大理城中 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干吗在自己家门口立块牌子 说什么性段者入股杀无赦 废话 你以为我斗不过他 你以为我怕他吗 我 抓 将 抓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怕 这老板脸知道 宝宝住在这里呀 我没用啊 我没用啊 我不是个男人哪 夫人 他是不是有个问题呀 敢问段公子 段正淳他 令尊他 他身体还好吗 日子过得还顺利吗 原来夫人您以前 就跟家父认识啊 家父身体很好 一切也都平安 那就好 走 我们去救灵儿 伯母啊 你会接沈天雕的毒吗 虽然我不会解毒 但沈冬帮抓了灵儿 我就要杀他们个骗家 混血 我杀了你一狗人呐 我杀了你一狗人呐 你我了 我知道 你要跟段狱那个臭小子离骨 我拦不住你 可是我死也要死在你的剪下 万宠 你这是何苦呢 罢了 我哪儿都不去了 我留在这里好好照顾你 真的 怎么 你不痛了 你不走 我就不痛 不不 很痛 很痛 段公子 领让他自己闯的祸 让他自己听天由命吧 不行啊 夫人 你要是不去救钟姑娘的话 他 他 他哥就死定了 可 可是 现在能够救灵儿的 只有段正蠢 什么 我爹 段公子 你把这个锦盒交给你爹 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 让我回去找我爹 不行 我可是逃 那 为了救钟姑娘 那我就回大理去 找我爹就是了 可是夫人 去大理的路远得很 我这一来一回的 恐怕时间来不及 也是啊 这样 你出了谷门 你往东走 就会看到一间茅屋 你和那个主人说 翘夜叉干饱饱 要你来借一匹马 好 我马上就去 段公子 你 你一定要跟你爹说 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 这十个字 我们 段公子 好 好 夫人 我记住了 万成 怎么样 疼不疼啊 不疼啊 解药 你给我治伤 我怎么会疼呢 天哪 咬心点啊 别说话了 我的妈呀 倒霉 你 倒霉啊 老庄 我来了 怎么 你受伤了 是哪一个王八蛋 把你打成这样啊 告诉我 老子帮你出击 我被谁打伤 关你什么事啊 岳老三 岳老二 你岳老几 我懒得管 老子岳老二 老子岳老二 你等一下 你是岳老 好了好了 什么都不叫了 我跟你说 我忠万仇 邀请你们四大恶人 来万劫骨 不是让你来胡闹的 好 看在老大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如果你再叫我岳老三的话 我就把你所有万劫骨的活人 都咔嚓了 我问你 我明明约了你们老大 七天后来万劫骨相见 你这么少来干嘛 我的一个徒弟 被一个蒙面女子给杀了 我追她追到这里来 我一定要杀了她 成名 蒙面女子 你见过她 万劫骨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蒙面女子呢 我看你是追错了方向了 宝宝 那个木 万仇 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的 我看你只是逗我开心 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你看 你现在叫这四大恶人 到万劫骨来闹事 你开心了是不是 宝宝啊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忠万仇的心里 装的只有你一个人哪 你别乱想啊 宝宝 你别乱来啊 宝宝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呀 宝宝 宝宝 跟我说 半劫骨有没有 姓木的蒙面女子 骨下猛屋 住这个蒙面女子 好歇着心 不 我 哇 猴马 乖马儿 真乖 走 好大大的盗马贼 误会 误会 我叫段月 是奉了敲夜叉干宝宝之命 来向这里的主人 借一匹马的 既然是师叔要借马 那你用吧 多谢姑娘 多谢 这马叫黑玫瑰 绝不能用鞭策 我要是发现 他身上有鞭痕 就断了你的手 为他出气 这 这什么这 记下我的话便是 好 我照做就是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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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 等等 不是那贱人 不是那贱人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小贱人的下落 夫人下了令 死活不拒 走 驾 驾 驾 就是一件人哪 会不会是那位姑娘 糟了 小贱人 给我出来 姑娘 快跑啊 有坏人想要杀你 快跑啊 姑娘 快跑啊 还没家 糟了 起床 不要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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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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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奶奶的 有人抢在我前面 姑娘 现在安全了 快放下我吧 我 我快难受死了 驾 姑娘 放下我 没想到姑娘你 武功竟然这么够强啊 我说你 你凭什么 无量无功地打人啊 谁让你想掀我的面杀 看见我脸的男人 只有死路一条 谁想要看你脸哪 你说什么 没有 没说什么 段玉只是要感谢姑娘你的 感谢姑娘你的救命之恩罢了 马都借给你了 还回来管什么闲事 我知道有坏人 要来找姑娘你的麻烦 当然得去给你报信了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难不成这样也错了吗 你又不会武功 不怕丢离命吗 这天底下 哪里会有人不顾自己的生死 拿性命开玩笑的 只是我知道 他们会危及姑娘你的安危 当然要回去通知你 不让你受到伤害了 刚才 我只是看到你面纱上 沾了一片叶子 想替你拿掉而已 在下绝无轻薄之意 麻烦之处 姑娘多见谅 我师父说 世上的男人 没有一个有良心的 个个都要话言巧语骗女人 心里竟是不怀好意 男人的话 一句也不能相信 什么 你师父说这话 也太武断了吧姑娘 这依我看呢 这世上有男人也有女人 有好人也有坏人 就比方说 刚才一直追杀你的那些婆婆们 她们虽然是女人 可她们是坏人 我就是个好人 你脸皮可真厚 居然说自己是好人 我不是脸皮厚 我只是了解我自己 我这人既不会称人之威 当然也从没有害人之心 总之我师父说过 天下的男人都是坏人 所以你呀 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俗话说得好 日久见人心 我这人是好是坏 没必要在这儿跟你争 一时口舌之快 我只能说 也许是你师父他运气不好 遇到的全部都是些坏男人 用完快点怀我 等我把钟灵救出来以后 马上就把她还给你 什么 钟灵出事了 钟姑娘被水牛帮的司空帮主 给扣住了 钟灵和我一起长大 她遇事我不能不管 钟灵那么可爱 她千万不能出事 女人在你眼里 全是可爱的吧 你们这些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灵救宫圣使出许 方圆三十里不准有任何人计 你二人犯了灵救宫大计 应受千刀万剐之刑 还嫌疑 姑娘 小心 快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 想要冒犯姑娘你的 姑娘 你受伤了 来 我还以为你不会无功 原来你是装的 我是真的不会无功 不过一时情急 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 突然就快起来了 难道说我段玉 天生就具备逃命的本事 不管怎么说 我欠你一条命 你呀 根本就没欠我什么 我看是我俩有缘 笑什么 你呀 穿上这件斗篷 火拖拖就是个姑娘 妹子 我们这就一块去救 钟姑娘呀 快走吧 我看你 师父 凤儿 婷儿 弟子在 弟子在你身边 师父 冯儿 你是一帮之拙 我必要以大局为重 千万不要急着 为我报仇 师父 颜龙渊 他能挑唆了下结盟 对付我大宋 绝非善累 我们对他还不够了解 不知道他的底细 师父怕你 急着为我报仇 会被他利用 到时候 中原武林会打乱 和大宋堪忧啊 弟子记住您的话了 一定以大局为重 好 好 师父看你 如今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汗 我心里高兴 高兴啊 这都是师父您 多年来 不辞辛劳 悉心地栽培 弟子 一定会好好地带领兄弟们 只是 弟子还没来得及报答你 师父 您放心 我一定找最好的大夫 治好您的伤 师父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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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可有命 算了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 一是对维持最好的宝大了 师父 可以含笑九泉了 你 还有 翁儿 你一定要 善待该帮的每一位弟子 让大家团结一致 这样 该帮 才能够长生不衰 是 弟子 进其恩师教诲 定让开帮 一律于江湖 好 帮主 师父 帮主 帮主 帮师父 帮主 帮主 师父 师父 帮主 去吧 出去啊 师父 去 你们都出去 去 我有话 要对大禹说 去吧 好 大远 你 过来 帮主 大远 你行使周全 出师冷静 你呀 要好好地辅佐 敲风啊 马大远谨记帮主之命 为丐帮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好 帮主 这封信 是 是 是 你 事关重大 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 包括你自己 你 除非 除非有一天 乔方有叛邦行为 你马上将他打开 帮助 乔兄弟自有入邦 对我邦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请帮助放心 我 我知道 知道 但这件事 它实在是太重要 我们应在担心 这个重任啊 就交给你了 马大元谨记 帮助执命就是了 把他收起来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是啊 大元 我要你在 离开帮助的令位前 还有我的面前 给我立下读诗 帮 帮助 帮助 不 马大元一定 谨记帮助之命 如有违背 天打雷劈 万箭穿心不得好死 非常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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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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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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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大元 常山大人大义几个分舵主 都已经赶来了 大元 那个柜子 是装衣服用的 你在找什么呢 要不我帮你吧 不 我 他们来了 乔 乔帮主呢 你说乔风啊 改改口了 别让人家说我媳妇不懂事 好好好 乔帮主呢 打从布置好汪帮主的灵堂之后 就一直守在那儿 到现在还滴水未沾呢 他们亲如父子 心中难免伤痛 这些天帮中的事 我会多分担一些的 那我这个富帮主夫人 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厨衣那么好 给她熬些汤吧 这几天 她的确憔悴不少 你对她可真好 按理说 富帮主是你 汪帮主离世 接任帮主之位的人 理应是你啊 乔风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率领整个丐帮 这件事情 这些 几年前我就跟汪帮主 商量过了 你还真是个 巴风吹不倒的人 长老们都在替你不平呢 好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掺和进来 知道了 对了 几位分舵主都还在等你呢 快去吧 你可惹 好 好 好